《移民潮下人口暴聲》 學者解釋奧妙 史上最貴港片檔期公布 兩影帝同台 天下制裁集會 兩人暴動聚成 一人當庭釋放 大陸軒 赴港開戶熱潮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香港簡訊》 今天是香港時間 8月18日星期五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港府統計處日前公布 年終人口數字 移民潮下香港人口不降反升 引起外界質疑 有學者及時評人士分析指 其中奧妙在於流動居民的統計方法 港府統計處15日公布 年終人口臨時數字 清香港人口已達749.8萬人 按年增加15.2萬人 其中包括超過5萬常住居民 即統計時前後6個月內 留港最少3個月的香港居民 及統計時剛好身在香港的非永久居民 以及9萬多流動居民 即本身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之前6個月內 在香港停留多過1個月 但少於3個月的人 在移民潮和出生率下降 雙重夾擊下 一個人口數字增加 幾乎追回過去多年所有流失的人口 隨即引發外界質疑數據造假有水分 專攻城市地理學 曾任教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 梁啟智16日在社交平台說 15.2萬人口增長中 流動人口佔超過9萬 而參考香港入境處數字 同期香港居民計算所有口案 有34.7萬人的淨移出 兩者之間的落差主要來自於流動居民 梁啟智分析指 疫情結束後 大量居於外地的香港居民反港探親 對於入境處來說 若港人回來一個月之後又離開 貢獻的淨移入或移出是0 但對統計處來說 則貢獻了加1的人口增長 若一個人數足夠多 就可以抵消現實中的移民潮 形成人口增長的假象 時評人士馮希乾17日亦在Facebook表示 今年中的香港流動居民 高達24.87萬人 是近12年的年終數字之冠 比去年中增加近10萬 奧妙盡在流動居民這個細節 他舉例說 移了民 又被歸入流動居民的人 自己認識好幾個 他們反港不是為了探親 就是處理一些要事 只要留港超過一個月 都算流動居民 以BNO移民英國的人 港府根本不會視作移民 只要他們反港 住夠日數 哪怕超過9個月不在香港 都是香港人口一部分 馮希乾嘲諷 由此可見 港府想估高人口數字其實不難 根本不必造假 只要微調定義 進一步降低門檻 將流港超過2個星期的永久居民 通通視為流動人口 這樣數字就更加帥氣 人口就顯得更加稠密 另據網媒追新聞報導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的紀錄顯示 經香港機場及各口岸離港的香港居民 遠多於入境人數 有超過25萬人正移出 其中今年頭兩個月 經機場正移入的香港居民超過7.8萬人 反映不少人在防疫措施鬆綁 就馬上回港 但踏入5至7個月 就連續3個月都錄得正移出 香港機場更錄得正移出 香港居民超過12萬 反映移民潮遠未完結 梁朝偉、劉德華、蔡卓妍、鼎咸主演的電影《金手指》 17日宣布定檔 將在12月30日同步在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澳大利亞、西蘭 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全球各地上映 《金手指》由莊文強導演編劇 在梁朝偉和劉德華兩位影帝 《字無間道》系列之後 相隔近20年再度合作 《金手指》發放的全新海報中 梁朝偉飾演的程一言 以彼離眾生的姿態 再擁前才之上 劉德華飾演的劉啟源 側重重堅定 試圖在金錢迷局之中 虎喊真相 預告片則以100入局 引出一段用100元賺100億的報復傳奇 電影改編自80年代香港轟動一時的佳寧貪污案 圍繞佳寧集團及其高層 並牽涉到香港以外的銀行 廉政公署人員 為調查這個案件展開跨八角調查 影片由英皇電影《貓眼電影》出品 豪支高達港幣3億5千萬 是有史以來最貴的港產片 主要演員還有任達華方中信、周嘉儀、太保、陳家樂、姜浩文和白紫 2020年1月19日中環遮打花園 天下制裁集會期間 抗爭者和警員衝突 當中三名男子分別否認暴動 串謀傷人等罪 區域法院17日裁定兩人暴動罪成 串謀有意圖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罪 執不成立 還押至9月1日判刑 一人暴動及蓄意傷人罪 全部罪脫 當庭釋放 三名被告分別是楊浩雄 案發時20歲無業 李玉希 案發時20歲學生 及陳郭榮 案發時34歲運輸工人 三人均否認暴動罪 楊浩雄、李玉希 也否認串謀有意圖 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罪 而陳郭榮早前承認一項 在姐打花園 有意圖傷人罪 被指是當日警員的目標人物 徽姐人楊浩雄 被裁定暴動及有意圖 而傷人罪均不成立 法官指負責錄影會面的警員 部分證供和書面記錄不符 沒有證據顯示楊浩雄 曾經在案發、現場出現 在面對辯方質疑的時候 警員解釋牽強甚至不合理 因此拒絕接納三名負責錄影 回眠及處理證物警員的口供 法官又指 警員不預期被告能輕易認出自己 但當被告數秒內認出的時候 警員覺得疑惑卻沒有追問 並批評另一警員處理證物的時候 錯流白出、紀錄不完整 並沒有認真處理 對於其他兩名被告法官指 李玉熙是長江中心 外包圍警員的一群黑衣人的其中一人 並用磚頭襲擊警員 故暴動罪成 但沒有證據顯示 李玉熙是何時 與誰達成協議意圖襲擊警員 故串謀有意圖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罪不成立 至於陳國榮 法官裁定陳國榮身在現場 有參與其中的意圖 故暴動罪成立 至於串謀蓄意傷人罪 因未有證據證明他何時 與誰達成串謀傷人的協議 罪名不成立 中港兩地利差持續 擴大之際 大陸掀起湧入香港開戶存錢的熱潮 而官媒則急忙 找學者放話 試圖降溫 以阻止資金進一步外流 據多家大陸媒體報道 隨著美國聯儲局 不斷加息 香港存款利率水著旋高 大部分銀行港元及美元定期存款 最高年化利率均可達4%以上 部分銀行更以7%甚至9%的短期年化利率 吸引客戶 而大陸各有行和部分股份行半年期定存利率 基本已經降至2% 相比較之下 香港的高利率存款成為大陸業務話題 並吸引存款特種兵前往開戶存錢 陸媒第一財經引述香港銀行人士的講法指 目前香港銀行開戶火爆出現排隊時間內 預約周期長等情況 為應對大量附港開戶的大陸客戶 部分銀行甚至緊急調整業務 擴充團隊規模 延長分行的營業時間等 報道還稱 少數不用預約可以現場辦理 門檻相對較低的銀行成為排隊開戶的業門 其中被譽為網紅開戶點的中銀香港中港成分行 早上7點就有客戶開始排隊 而派銷時間是8點半 開戶火爆催生專門為大陸客戶提供開戶業務的中介 報道還引一位開戶中介表示 與匯豐銀行、渣打銀行、中信銀行合作 可以拿到不用存款、理財等資產證明的名額 並直接面簽當日落賬戶拿銀行卡 8月的秒殺中介費是每戶1880元至2880元人民幣不等 對此大陸官媒拋出學者或業內人士 試圖為赴港開戶熱潮降溫 有報道引述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教授 普益標準首席經濟學家王鵬的看法稱 一旦美聯儲停止加息 與國內經濟復甦形成共振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出現反彈的概率很大 當前不宜因港幣和美元存款的高收益 而忽視本金的安全 王鵬還形容 代理香港銀行開戶的中介如龍混雜 服務質量參差不齊 稱有不少黑中介以低價格吸引投資人 但服務質量和服務水準均較低 最終帳戶沒有拿到卻問題不斷 另有報道援引專家的看法稱 異常的高息級金現象值得警惕 可能意味著隱藏的風險 同時提醒民眾大量本國資金流向境外 勢必衝擊大陸實體經濟的發展 個人追求穩定收益也需要考慮國家利益 好了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